这里是大型互动职场招聘节目 菲尼莫甫 欢迎节目组织人张少彤 谢谢大家 谢谢周围热烈的掌声 感谢周围 把掌声送给12位 欢迎你们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 非你莫属 感谢乐巴薯片 对本栏目的冠名支持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钱能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陆钱能无忧的首页 或者下载首期客户端报名 免费招聘上 五八同城 五八同城身边的生活帮手 感谢五八同城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栏目由专业补水的水密码 赞助播出 关注天津卫视的官方微博 同步竞猜 每位求职者 最终的求职情况 就有可能获得 诺亚洲优学派 平板学习电脑的大奖 而且现在呢 还设计出来了好玩的游戏 所以智能手机用户 请发短信 非你莫属 到9513186 或者登陆 m.酷云.com 下载酷云TV 客户端 免费游戏互动 这里是乐巴薯片 可以莫属第一位 我从小学初中 就是北京市的三号 毕业的时候 是直升的本校的高中 高一读完一个学期之后呢 我就选择去新加坡去留学 我想出去看一看 闯一闯 看看我自己能不能自己生活 是一个人去的新加坡 自信是成功的第一步 先有自信 然后用信心爱和希望去完成一件事情 二 三 二 三 潘桃 二十岁 北京人 新加坡 共和理工学院 新传媒专业大专 大家好 我叫潘桃 我属猴 今年二十岁 来自北京 现在就读于新加坡 共和理工学院 专业是新传媒 我活泼开朗 热情大方 吃苦耐劳 年纪虽小 但能量无限 今天来到费尼莫属 我希望寻求的职位 是主持人 活动执行 公关销售 或者是海外拓展的职业 谢谢大家 欢迎潘桃 哇 这手好有力啊 你好啊 你好 这样的自我介绍蛮少见的 上次 大家好 我属猴 对 你特别迷恋这只动物吗 也不是 但是因为我是92年生的 92年是猴年 我的名字呢 又叫潘桃 又是三月生的 三月桃花开嘛 所以猴子和桃子就可以连接起来 让各位老板和观众朋友们可以更好地记住我 有这么复杂的联系啊 是的 你不说还真是想不出来啊 新传媒专业这个是什么专业 新传媒和传统传媒的最大的区别呢 有两个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观众群体不一样 像我们现在的一些80后90后啊 比较关注这个电商啊 像58同城 巨美优品 百合网 还有易搜 这些都是比较新的一种传媒形式 所以你们这个专业呢 它不是偏传媒 它偏的是商业是不是 对可以这么说 而且偏的是创新 今天要找的工作主持人 对 还有什么 海外拓展 海外拓展 对 还有什么 活动执行 活动执行 还有什么 刚才说了一堆 公关销售 还有公关 对 五个了 我觉得 你给我排个序 第一个主持人 第二个活动执行 第三个海外拓展 剩下那两个不要了 说不要就不要了 不要了 你的薪金的期望值是多少 因为我觉得我大专学历也不是特别高 看职位吧 如果比如说像这种海外拓展呢 三千 四千 我就可以接受 主持人呢 主持人就要看场次吧 看主持的场次 底薪 底薪三千 四千都可以 你希望的工作地点是哪 北京 新加坡 都可以 杭州可以吗 杭州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可以考虑 因为还年轻嘛 到处走一走闯一闯 不是件坏事 你稍等一下 你有时候就聊得推猛 工作地点 它和走一走闯一闯是两回事 你比方说有一天咱挣了钱了 我不拦你 我不拦你 有一天咱挣了钱了 不是每次都有年假吗 是吧 咱背着包 那叫走一走闯一闯 工作呢 你瞎闯什么呀 有的时候闯一闯就闯出了一片天 很多老板都是抱着闯一闯的心情 去把企业给闯出来的 我放弃和潘桃继续聊天 来 月灵 你好潘桃 您好 你的自信真的很棒 谢谢 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好的职位 其实适合你 因为我们刚刚不久推出了一个 叫无限星空环球音乐之旅 然后其实会用音乐 然后我们会 比如说旅行 然后到很多的国家 三四十个国家 因为我看你的这个简历有提到 你在就是上一份工作 其实是两年的时间 是的 然后在新加坡的 滑工旅游 滑工旅游 你能不能把这部分工作 然后介绍一下 讲一点销售 我不找销售 但我可以讲一点销售能力 每次都应该是各大旅游展的第一名 你的优势和技巧 我知道我的客户要什么 我会问清楚 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 来 来你来吧 那我要怎么样 我要在你这 滑 你想去哪 你想 你直接来吧 我来引导你就可以了 你好先生 请问您要去中国旅游吗 不是 我想去新加坡呀 可以呀 没问题 有没有小孩子一起去 有 几时出发 我无所谓 我就是 day home吧 这样的 因为我们 但是你稍等 我跟你说几件事 可以 一不购物 不购物 有 no shopping的团 第二 你们不能 加点 加点 对 我懂 第三 你们不能强制 买东西 到了一个地之后 说二分钟啊 你不能那个 可以 我们想在里面待多少时间 在里面待多少时间 可以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我就不会推荐团队旅游给你 那您就报一个自由行 我可以安排导游 但我人多 第二个 没有问题 大概费用 大概费用 大概住几星的酒店呢 四星五星 开玩笑 那咱都已经出国旅游了 咱还不得住个 三星啊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 我设计一个团给您 一个人呢 我给您 就是包括往返机票 坐新航的飞机 给您四星酒店 我给您免费提升四星酒店 然后你们十二个人一起 定团的话 一个人呢 三千五百九十八 然后我再送你一个什么呢 我送你新加坡环球影城的这个门票 每人送一张 因为有小孩子嘛 对不对 我算的 我算的预算 就是顶 顶了天了 三千二 三千二 那您住三星的酒店吧 我给您三千二 三千一百九十八 不用三千二 我再送您点东西也行 你送什么 每真香的肉糕 我送您一人一包肉糕 这样您特产都不用买 礼物钱都省了 好不好 我跟你说 他 他真挺 首先他肯定是在这行业里面做过 他才能这么熟 其次呢 我说到任何东西 他能够迅速的 我觉得这个能力还 这劲还挺大的 这是我第一次卖新加坡的团 我都是向新加坡人推销中国的团 我中国的团卖的特别好 成功率95.7% 我觉得你很有销售的潜质 你考不考虑做一个销售啊 你这个气质 销售看哪方面的可以吧 网络产品 我没有兴趣 不好意思 看到很机智啊 很机智 这样我问你一个就比较现实的问题 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先来找工作 没有想过继续去读个本科 好 谢谢您问我这个问题 这样的话我就把我三到五年的一个规划告诉大家 特别好 是这样的 我想去欧洲读研究生 但是读这个研究生或者是MBA的这个管理课程呢 最少要三到五年的全职工作经验 我一年都没有 我打了这么多种工都是兼职 一个全职都没有 所以其实在咱们的计划里面 咱们是为了未来去欧洲 其实其实还是有这个规划 打一个硕士学位或者国内MBA来打基础的 打一个基础 但是规划还是有的等于说 当然 很现实 各位各位问题很多 稍等一下 第一印象足矣了 这第一印象 那叫清晰和历历在目 这只攀桃 猴子 对 猴子 猴哥 悟空 因为 杀刀老师对不起 因为等会我们真的有悟能会上来 我们今天四位选手都排了悟空 悟能 悟静悟能和白龙马 大家看到第二位选手千万不要笑 你是 我是大师兄悟空 你是悟空 是的 今天没有师父 您呢 太像了 三哥 看望两边的妖精 好好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老妖精 来 咱们做好准备 欢迎大家来到非你莫属的西游记专场 悟空 是去是留 选 子健 你看 好 出一路 两位 离开 谢谢大师 子健 我有点奇怪 因为他应该是你喜欢的类型 我一直在观察他 因为我的公司就做新媒体影响了 而且他学的是新媒体 但是他在选择后面你跟他交流 他职业选项的时候 他把新媒体直接放弃了 你放弃他 我就放弃你 然后我再补充一句 那个温西有点不要脸 人家不要他了 还不灭他了 我觉得他说了还有岗位 我这准备一个公关的岗位给他 好好好 这姑娘挺好的 行可以了 哪吒稍等一下 我们 我可以解释一下 不用解释 他怎么解释 但是我要澄清一下 因为还有新媒体的 说说 在 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我不做新媒体的销售 我刚才跟那个说的是销售 哦 明白了 但是别的 比如说像活动的执行啊 我都是很喜欢做的 可以考虑的 反正现在两位离开 十位留下来 天生我有 我觉得这个潘桃真的太可爱了 不像二十岁的 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你 你来接待我们那些特别重要的大VIP客人 然后带着他们跟人家沟通 我相信他们都会特别喜欢你 然后带他们去欧洲 那你能跟我说你能吃苦吗 非常能吃苦 比如说 比如说 要多苦 你认为 你认为最苦的是什么 说一下最苦的吧 最苦的是什么 你就来个苦点吧 中苦 我来一个差不多苦的吧 中苦 好没问题 中苦 我带团去云南 两家客人都是高原反应 就也没那么嘎 就 就是不行了 然后嘴唇发紫 然后一直呕吐 我没有高原反应 但是因为我从小就是 气管炎 老咳嗽 一咳嗽吧 就浑身都没劲 然后咳得我头疼 然后鼻炎 输液的时候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我的客人已经很虚弱了 我说你在这里等 我去 抢卫质 当时我非常虚弱 就已经 客人看我 就是你还好吗 你还可以吗 都是在问我 但是 我没事 我帮他挂号 光他挂完号以后 抽血 咽血 咽尿 各种 就是都是我自己来陪着这个客人 一直在做的 明白了 明白 就讲了这么一个短短的经历 是的 就很能吃苦 对不对 但今天既然又说到了对外的项目 因为唐玉明的那个 那个环球音乐之旅 也涉及到了对外 对 所以呢 现在要秀语言了 没问题 来 英文给我们介绍一下飞尼木鼠吧 好吧 你好 这是第一步 对 好 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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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刚提到了 就是你有这个旅游相关的工作 然后你也提到了 你想做活动之音和策划 我给你出一个稍微难一点的题 因为我这个是 需要带国内的 很多热爱音乐的人 然后到法国去旅行 好 你出一个策划 你觉得哪些点怎么来做 好 首先呢 我会出一个就是海报一样 我会来通知各大媒体这件事情 然后做一个这个宣传 就是对外的宣传 第二点呢 我会征集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疑问呢 或者什么呢 然后我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网站设计上去 网站设计好 然后会有很多学们会有报名表这一栏 还有呢 就是说我可以找很多亮点 比如说像这个比较厉害的这个歌手呢 来参加到我这个团里面 对 很好 我们其实环球音乐之旅其中一项 就是怎么干 就是让各种不同的明星 然后带你去出国旅行 对 然后去几十个国家 然后每一站的明星都是不一样 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 月明 你的问题考察到这儿可以了 因为在你们没有任何前期沟通的情况下 他能够说到音乐之旅 他要带一个这样的人去做 已经非常不错 因为他一点 你一点给他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没错 就这样 非常好 来 猴哥我是男子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公关 我觉得刚才你这个在策划能力 我觉得是不错的 但我觉得在公关层面 比如说在传播上面 你有没有一些自己学过的一些什么课程 就在媒体传播这块 举一个课题吧 因为我们每天都研究课题 举个例子就是 我在网上怎么发布信息 我的读者会特别容易的去抓到 怎么 好 怎么 比如说 今天有一个叫潘桃的求职者 可以 来到了非你莫属 就这事 咱们得上 咱俩正在聊天的这段视频 它一定会出现在视频网站上 对 是吧 对 那咱俩聊天的视频 你给这个视频起个什么标题 你觉得点击量就高 如果你起好了 这段视频就用这名字 真的吗 猴哥猴哥 你真了不得 太好了 太好了 用的这是传统媒体的方法 这种方法叫做呼号法 是吧 子俊 就是 变一句类似顺口溜 大声的呼号 变语传唱 他反应力很好的 他的反应非常棒 为什么大师兄还不错 是因为 大师兄到目前为止 他回答你们问题的时候 都没有思考时间 对啊 他太快了 完成到这种太强了 太快了 被难倒的问题 太可怕了 没有不你是大师兄 谢谢 谢谢 来吧 我问一下 大师兄 你要是遇到了特别大的困难 你是一个特别会退缩的人吗 还是越战越有型的 越战越有 就是现在我们有那种去意大利的客人 他其实特别挑剔 特难搞 太多了 这种人 就看看你怎么搞定这客人 你好 我是伊利诺伊的市场部的潘桃 你好 对 因为我是主要是负责您这次意大利执行 我没说去的 那您之前是有跟我们这个客服部的有谈吗 有谈过吗 我就说他们说过这个 然后就把我电话这不给留下了吗 那您有兴趣吗 贵吗 看您选什么价位的 因为我们客服部呢 可以帮您安排 按照您的需求去选 不一定非得要买 那我要是买不着合适的 那我们就不买了 就回来呀 我们去意大利玩一圈也挺好的 你多心意见姑娘 我还就不买 我还磕死在那儿啊 什么公司 你们什么公司 什么聊天吗 你们什么服务啊 您先冷静一下 是这样的 我怎么不冷静呢 我刚才说了 什么都挑不着的话呢 这样有两个选择给您 第一个呢 您可以预约下一次 可以去别的国家挑 第二个呢 如果您对这个是确实有一点 担心您都想去了白去一趟 这样 我呢 先在这个我们的家具册里面呢 给您看几款 如果您有相中的 或者是您觉得 哎还不错 我们就去找相同 那你能现在送过来吗 我在 石井山 那这个确实 对我们来说 有一点困难 晚上在吗 晚上回家了呀 晚上回家 我可以送到您的家门口 这样给您就可以了 您签收一下就可以了 她的交流方法 还 姑娘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还不错 其实很坚持 来各位 因为现在现场呢 我相信对于潘桃来说 你要做的事做完了 谢谢 所有的问题都结束了 好 还好吗 舒服吗 很舒服 很舒服 我不是特别舒服 因为作为师傅来说 话推读 接话接得推快 但是总比什么都不说好 因为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 我觉得 抓紧把信息传递出来 对不对 来十位 到了大家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您的灯仍然亮的 主动权就到了潘桃的手里 十位 选择 您离开 陈华离开 谢谢 谢谢大家 八位留了下来 请职位 好 一艘科技 知道吧 知道 我给你这个职位是公关策划 我觉得在这里面 你是大有可为的 好的 来自一艘科技 国家月产基地月明 你好 我给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职位 其实我们的环球月之旅 最后会变成一个产品 会变成一个电视节目 可能会是一个记录 所以他其实会有主持那一部分 你也可以参与的 好 然后给你的职位 就是环球月之旅的策划和执行 好 我有一个问题 说 我是要一直就在你公司吗 还是你 因为我现在还在读 没有说让你现在 咱不是给自己毕业之后找工作 是的 说的就是毕业以后的工作 那么遇到大事就糊涂呢 我明白了师父 好 咖啡之一 咖啡之一明年会有一个浓墨重彩的大举动 就是全国加盟 特别需要一个全国加盟品牌推广的企划总监 我觉得明年这个位置留给你特别好 好的 企划总监 对 好来 五八总表 我给你的岗位是特别特别适合你的 就是我们渠道专员 相当于你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 一个创业者 或者一个城市的一个经营者 好 伊利诺伊 这个姑娘特别有让我冲动 培养她的这个冲动 所以我给你的职位是欧洲家具赏购之旅的项目负责人 就我为什么想培养你 就是我要培养一个买手 在去的过程中也给把东西买回来 我明白 就是全世界都要买 好的 我明白 伊利诺伊 吉利亚 给你的职位呢 就是品牌管理部的活动策划 工作地点是在浙江 对 好 好来 斯卡乐 你的岗位就是策划及主持 好的 明白 两岸咖啡 我的职位是给你我们总部的副总助理 思考一下 好 走上前去把其中的六盏灯关掉 万希你被灭了 非常感谢您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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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尹峰 太漂亮了 您 再见 尹峰 非常感谢 我爸同学是个神奇的网站 谢谢您 谢谢 非常感谢 我非常感谢您 还要灭掉一盏灯 谢谢您 再见 曾华 好的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带的是环球音乐之旅的项目 小燕 伊利诺伊带的是欧洲采购的项目 两家留了下来 谈钱不上感情 这个实习期是六千加上提成 你好唐总 薪资方面我们是一样的 环球之旅 其实它会是一个常年的一个项目 而不是说我们只是 比如说今年走完了 明年就没有了 其实是每年全都会有 所以我希望你真的有机会可以到这个舞台 可以施展你的才华 好的 姑娘就是你做得好 三四年以后我送你上欧洲去学MBA 真的我就觉得他是我第三代的接班人 因为我就想找这样的接班人 这么爽这么痛快 谢谢大家 思考一下 大家 临上路之前还有什么跟师傅说的吗 师傅我不知道选那个 你是个有主意的人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还是伊利诺伊 还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的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敬请成功的女士 可以获得单资集团提供的水密码补水付付礼盒 准备 来菲尼莫属大礼包送上 最后为什么选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因为第一是传媒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主持人 是我非常想做的一个职业 在场的老板都对我真是关爱有加 我也非常惊喜 能够有这么多企业为我留灯 非常感谢 按照大师兄的说法 接下来要上来的是八戒 对吧 我们充满着期待 乐把薯片非你莫属的西游记特辑 在大师兄悟空下去之后 八戒是什么样的呢 掌声有 我最早啊 是在这个照片馆里边做学徒 就是偶然的一机会 然后做到销售了 以个人的能力嘛 去赚钱的这种方式 我很欣赏 我认为我这人比较有庆和力 我和巴作客和高样的人 基本上都能聊到一块去 我这头脑比较灵活 我不会一条道跑道飞 我是这个节目的热心观众 看这么长时间之后呢 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如果真的敢来 你就有可能真的敢来功夫 所以我就来了 陈希33岁北京人 同文职工大学广告摄影专业 大专 大家好 我叫武能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我叫陈希 来自北京 今年33岁 学历是大专 学的专业是广告摄影 但是从事的工作 一直都是跟销售有关的工作 所以今天来到 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希望找到一份 销售经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陈希 有点紧张 大姑娘上钓 头一回 我上电视头一回 你们今天这一个系列 都是这风格 你们是怎么着 你们是因为四个人 知道自己是一期要上 所以在底下 这么一聊 发现还真有点 对 大师兄 二师兄 你就是二师兄了 对 因为比较二 排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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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好 学的是广告摄影 对 对吧 去电影学院 学了一个摄影 一个证 正说终极摄影师 然后自己就开了一店 开了一店 对 开了一店 照相馆 对 可是半年就倒闭了 倒闭了 后来店倒了之后 后来我就觉得 在社会上立足 一个男人就挣钱 就这么难 后来我去做了 几个月的保险 做保险 做了几个月 因为那不用投入什么 你不用开店 你不用说租门俩 怎么样 这些都不用 就是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业绩散淡 第三个月 第一名 然后就转账 就进入保险行业了 就保险行业 就转账 做销售 对 他也有试用期 干了多少时间 干了大概半年 因为发生了一件事 然后心里很 非常非常之不痛快 怎么了 在六一同节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发 叫给宝宝们 幼儿园的小宝宝们 然后就是保险一天 这一天是什么 五万块钱的意外 然后有两千块钱的 意外医疗 这个几率 很低 很低很低 结果真有一个出现的 理赔可能就六十多块钱 可是因为这六十多块钱 我跑了三趟 我就很恼火 我就直接把钱给他了 因为这个事 也不是说违背 是什么 就是说你和客户 承诺的一些东西 我们说的好 然后真要执行起来 对 我这人做事就是这样 我说到了什么 咱就做到什么 我也不去 不夸张 对吧 咱也不胡说八道 我答应您的事 咱肯定能给您办到 我要上这为 这一座销售人员的 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所以因为这事 把自己给惹恼了 对 然后我就辞职了 又干嘛 辞职之后 闲着没事 然后就找了一个 培训的地方 培训训练机的 然后他就直接给我 推荐了一个工作 就是卖复训机的地方 这些年你真干了不少 是吧 反正行业应该算是不少 就一直做销售 对 一直做销售 后来这个工作不是挺好的 怎么又不干了 挺好的 原因是因为和老板 然后就有点分歧 其实我刚才 他们是个随和人 不 我是随和 其实离开这个原因 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 对 就是他承诺你的 然后对应不了 对限不了 然后这 就是一次对限不了 他说他不是那种 就是像说 我就特别生硬的那种 说我就不给你怎么着 你告我去怎么着 不是那样 开挺客气 对 就是可以给你演一把 来来来 比如说 我是你 我是你 任总你看咱 就前段时间 我弄那个 你放心吧兄弟 你说咱这的关系 都这么多年了 我哥还能坑你 哥正因为你不会坑我 所以我这不提醒提醒吗 但是咱俩得 该说说 放心 咱一分钱都不差你的 哥我跟你说 绝对的 一分钱都不差你的 这么着吧 你今儿晚上 你看马上也会下班了 是吧 到时候咱俩边吃边聊 我请你吃饭 哥我就跟你说 说一句话 哥我就说一句话 咱俩那事 我找你三回了 你每次咱都吃 我吃你都吃 我吃你都吃的 不好意思 哥真的 咱们这事 明天找我行吗 行 明天找我 咱们再好好聊这事 什么时候 明天一上班你找我来 一上班你找我来 好 比如说明天一上班 我来了 你就找我来 陈总 什么都别说了 把这拿着吧 不是给你个钱包 或者书包 领带之类的 这样的礼品 拿着吧 客户给他 我去 出去了 有事 走 每次都是这样 明白了 陈喜这样 18岁开始工作 就做销售 对 大方向一直就是销售 包括照相馆也叫销售 对吧 对对对 一直到现在 今年33干销售干了15年 差不多 今天要找的还是是销售还是销售管理 销售管理工作 对对对 方向 方向 行业的方向 实体行业 互联网 去不去 不去 不去 对 不再考虑范围之类 不懂 就是实体 那个陈喜 你作为销售 就是你一直在做销售经理 你跟我说说 你最有特点的销售经理的 你的优点 四个 缺点四个 优点的 第一个优点呢 就是 我比 我比较善于 就我个人 或者我的团队 我们都比较善于去开拓市场 就开辟新的领域 新的市场 或者说在一个公司里边去发展新的渠道 那这个是比较擅长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 有客户的这个沟通能力 这是算 应该算第二吧 有客户的沟通能力 我自己本人认为呢 就是还算是有亲和力 第三 说话还不讨厌 第三呢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要说按团队来讲 我们团队比较有凝聚力 相当于咱们和哥们弟兄 对 比较有人气 第四 第四呢 就是我 把这个 我这个时间要求就非常严 好 我基本上就是 就这样做四个 缺点呢 就是对某 某些个行业的渠道吧 不够坚持 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 基本上就还有的就是 这说不上来了 我没 没缺点 没觉得再有什么缺点 但是你没有说 你在做销售经理的时候 你的结果怎么样 你的销售成果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到什么程度 你的收入 平均 月收入能到多少 平均 平均基本上在六千以上 六千以上 你今天要找的工作 底薪要求是 也基本上在这 六千 以上 底薪 因为你是做管理 对 所以是底薪六千 对 好的 标准的销售人员 聊天就能够看出来 是标准的销售人员 而且只做传统行业 先做出一个初步判断 有问题 我们一会儿继续挖掘 来 选择 起了怪了 现在变成唐月明不走了 天生我有财 那您提问 我是带着点问题 因为做销售 你刚提到了薪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有思考过是什么问题吗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跟你解释一下 那上写的是 就是公司 跟你像一些我们工厂 一般的都是 年底老板会给分红的 你说到的六千也是底薪的概念 对 不是说加了所有的 提成分红 军 军一下 没军 是吧 就是六千是底薪 对 明白了 刚刚你说你的业绩非常好的时候 你只是说了一个 非常好的概念 这个概念在现在的传统管理里面 也已经有点 那个不太与事俱进了 因为现在传统企业里的销售 都用数据说话 你如果觉得不方便说 销售金额是多少 你可以说达成率是多少 如果你只是找一个普通的销售 大家不会问你的 我明白 我明白的意思 所以每一个现在的问题 都会往你这个经理和管理的岗位上 去靠了 来 我跟你解释一下吧 它是这样 它因为每个行业 它那个 达成率是不一样的 这个销售呢 就是 用俗话说的 就是叫做买卖 这个中落数码 最近做的这一家呢 这个有 对 我就问的这个 这个有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月 它定的是两万 但是 家伙去了 就一直在往下降 就没完成过 这个业绩达成 如果不是很好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这行业问题 行业在萎缩 所有现在 所有账号馆的老板 他们都养不起那机械 请您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说我们怎么从 你刚刚提供信息的去阅读 说你的销售能力很强 这跟销售能力强不强 没有什么关系 实话实说 有关系 如何去体现你的销售水平 如何体现你的销售水平 我的销售水平 要按照这个行业来说 就是说我尽量能保障 我的客户不流失而已 但是不会增长 他说的这我能理解 因为我知道冲照片的这个事 这个行业现在萎缩 就是冲洗照片 这个行业萎缩的速度非常快 只能说 陈姐 你也该被批评 你选的那个行业选错了 对吗 这倒是 就是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 我为什么上来做 先问你行业 陈姐 那应该是西洋行业了 你上来之后 你找行业 咱得找那个蹭呢 往上呢 应该互联网行业 咱不能找往下挖呢 脑子里面要转行业这个概念 那我也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是要做销售管理的 你这里头有一个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自由的工作时间 但是你说作为一个管理者 你为什么想要一种自由的工作时间 你怎么理解的 我这个可能是 就是那个语言堵着有误 从那个做那个分机的那个公司开始 我就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加班 我就在工作范围之内 把我的所有的任务完成 OK 但是销售是避免不了的呀 如果这个下班时间客户给你打电话 怎么办 我说的是公司内部的事 就比如说公司吧 有事没事的周日 过来开个柜吧 其实什么都没说 这个我要猜一下 一个好的管理者 加班不加班 不决定于你上面的领导 而是决定于你自己所带的团队 这个我觉得你可能在认知上有自己的误区 好 现在因为有六位留下来 陈喜 听听刚才我们所有人 在问你问题的时候 跟你说的一些就算建议 好不好 尤其是分析 冷静点来做处理 不过现在 先让他们做一下处理 决定他们的去还是留 六位 选择 因为他作为一个销售管理来说 我觉得第一 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 没有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策划和安排 第二 目标导向太弱了 这边要离开的 做业务人员应该要要有敬业精神 不管是公司有有什么大小会议 应该是要讨论 所以刚才他说到的那个 不爱开会那个事刺激了你 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主管 要公司如何的发展 就是主管就任何的时间 公司需要就一定要来 没有说你没时间 公司要复合你 谢谢 谢谢各位 通过上电视 我相信会有很多电视机前的企业会看到你 有人联系你 找到工作的时候 给我报个信 好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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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职场递递吧 我今天就发了一个职场真正 不应该说的 但是我说了 可能就是对你靠着一个问题 就是工作时间的问题 我不喜欢就是我休息的时候别人打扰我 选择快乐 选择乐巴 这里是乐巴薯片 非你莫属 感谢乐巴薯片对本栏目的冠名支持 感谢本节目的人力资源支持机构 前诚无忧的大力支持 您可以登录前诚无忧的首页 或者下载手机客户端报名 免费招聘向58同城 58同城身边的生活帮手 感谢58同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可以登录到58同城的首页 报名参加节目 感谢暴龙眼镜的支持 关注天津卫视的官方微博 同步竞猜 每位求职者 最终的求职情况 就有可能获得 诺亚洲优学派平板学习电脑的大奖 一动联通电信用户都可以编辑AGE 加上留言或者报名信息 发送到1066-335577 也许下一个求职应聘者就是您 而且现在还设计出来了好玩的游戏 所以智能手机利用户 请发短信非你莫属 到9513186 或者登录m.酷云.com 下载酷云TV客户端 免费游戏互动 那么接下来毫无疑问 就应该是三师兄了 三就是师弟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三师弟 目前为止 参加工作已经有22年的工作纪念了 在加剧这方面 有16年的职业经理人的工作纪念 我们虽然年龄的话 已经属于中年了 但是我们实际上心态还是很朝夕 为什么到北京 因为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的进行没死够 如果在北京运营一个品牌成功了 那对自己的一个价值提升 空间不是就更大 杨练 四十五岁 四川人成都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本科 大家好 我叫杨练 今年四十五岁 成都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 十六年的商业项目 云印 运营 云销 工作纪念 十六年的工作纪念 我已经成为一个最靠谱 最具实力 最接地气的职业经理人 今天来到非理莫属 这个平台 我想寻求一份商业项目管理 云印 销售 总经理 云销总监 等相关的职务 谢谢大家 老朋友了 这又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在深圳 我们遇到的一个求职者 这是一个在深圳 给我们所有人留下清晰印象的求职者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们当时在深圳面试求职者 老板里面有一个人 是广东当地的一个叫家具企业的老板 很大的大富豪 做评委 坐我边上 结果杨兄一出场 这个老板本来在这坐着呢 一看到杨兄一出场 起来了 他站起来了 杨总好 杨总啊 当时吓我一跳 我就问 哪来个杨总 就说到 说是当地恨不能是最大的 那么一个叫什么 国际家具中心的老总 家具行业 对 也算是老人了 算老家具了 应该是 算老家具了 有知名度比较大 都认识吗 98% 一线品牌 其他小厂不认识 如果是没见过面的 听我这两个字 都听错了 所以杨兄 必须得说清楚 在那坐着好好的 为什么不干了 要来北京 因为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自己呢 我现在还没离职 还在上班 实际上这样的 我的职业规划呢 是和我儿子的职业规划 我是相通的 我儿子呢 因为我为什么想来北京呢 主要一点是我儿子 今年是高一 他完了就要去北京 上大学 我说我儿子的 职业规划怎么样 我的职业规划 就应该是怎么样 我基本上可以 把我的生命献给他了 就这种 人家怎么说呢 父爱如 父爱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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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字在我身上 你们可能以后了解 淋漓尽致的 完全可以体会得到 杨老师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来来来 我觉得可能从 教育孩子的角度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我觉得一头狮子 养好了孩子以后 在狮子将要长大的时候 会把他驱逐到 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 你这么样的 跟着他养 到时候会不会减少 他的独立能力 没有 现在从中学开始 他已经住校了 每一周周五才回来 那有没有要来北京啊 我觉得 没有 因为还有一点 我还没说 因为少管老师 刚才没问到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这个节目 非得莫属了 我就了解到 伊利若伊的死种那儿 以前在生日没听过 我就了解 早急 这是我们马上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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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都说到了 就说吧 对 就在非得莫属 就看到了 死种的伊利若伊 我就觉得 哇 我没看到 有这么好的平台 这么大的平台 然后我 这会儿 早几天来北京 我包都没放 我马上去 东四环店 你去了 我去考察了 我这两天在北京 伊利若伊的两个店 咖啡自艺的世贸 我去吃个饭 然后苏巴酒店的许总那里 我去住了 我就觉得 我如果是能够在北京的话 能够还是 不说有好大的帮助 基本上不会是 现在这种状况 给你掌声 不 不 不 你掌声 稍微给人留点面子 您说的啥玩意 那是 如果要是我弄 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明天就滑了 其实 其实少刚是这样 就是现在我 这个做这个运营的 这个人本身也是 做红星梅凯隆里的 他也是很高于职位的 但是他真的跟我这个行业 还是差得挺远 他开始也是觉得特自信 都不行了 可是他一来做 他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做品牌的 那个是做二房东招商的 他真正的每一个品牌的运营 他没有直接管过 真的不是那么想象 我不知道您准备好了吗 这样 我假设 假设我现在就主管 一例若一 我会怎么做 一例若一呢 它的家具方面 家具方面呢 就是产品 还是越显单一 因为你们有自己的工厂 我到二楼去看了 二楼 我们广东就讲的 你们的家具是在裸卖 就是裸卖 什么叫裸卖 裸卖就是 刚从工厂出来 直接在卖厂 装好了 然后装好了 就开始卖货了 你的产品就是说 价位 单品价位 都是上万的单品 至少来讲 床上 床头 衣柜 旁边 它应该有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包括地板 包括天花 就感觉是这样 如果是有可能的话 就是整个二楼的家具 卖厂 把它的卖厂氛围 搞隆重一点 其实杨仙你讲的不错 但是这件事 要是发生在张三身上 他也一样能做 就是现在应该让他阐述一下 他的独特性在哪 对 因为你想想 就照你说的去买 那给谁钱谁不能买 我也在家具行业干了17年 谁都可以买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大家要先做一个决定 是不是就是冲家具行业来的 不是 实际上商业项目运营 管理它是相通的 如果我觉得对我 自己觉得感兴趣的一个产品 我会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12位先做出一个判断 杨念 杨兄 逝去逝留 选 杜子健 杜子健先生 我希望在我们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你教会其他老板一件事 叫做成人之美 批评你 点名批评姚静波 跟你不搭 根本完全不搭 我跟杨兄是好朋友 我们在深圳半年前就见过了 好朋友在台下谈 就像我 他来了 我真的得招呼一下 说句话吧 表示一下我的支持 所以我第二轮才没登 什么 哎呀知道你人在呢 五位留着 来 接着聊天 天生我有财 我有一个问题 肯定很多人问你 做这一行 做得这么深 为什么不自己做老板 因为我如果是自己要做 自己做老板 实际上我如果再做家具 肯定做老板还是卖家具 我就想 我不会去做一个小店 几百平米 在红星 在什么城外城 拿去搞个专柜 我可能会也搞个几万平的一个大卖场 或者是我自营 或者是我自己创品牌 或者是我招商 但是我认为我现在这个年龄 我还没到那一步 不管从人脉关系 从一些就其他方面的因素考虑 我还没到那一步 所以说我就暂时还是没考虑这个问题 杨先生我想知道您跟我有互补吗 就是您弥补我的 比如逻辑思维啊 数据化的管理啊 系统的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 有实际上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如果是十种工厂的一些 这些产品可以给其他经销商啊 或者专卖店啊 卖你们的产品 不是说自己开发出来自己卖啊 这个我能做到 把你们产品至少向广东 你们产品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杨兄这又说到了 说你在渠道上还有 对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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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实际上有独特性 对对对 其实杨先生刚才的这个陈述呢 我相信 对 清晰了 我看到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对他也非常有兴趣 我们看得出来 小恩姐对他的那个兴趣是非常的浓厚 并且在这个舞台上 今天晚上产生一个高薪 也牵扯到可能会有 是有可能的 我先问一下啊 因为你也在 在广东也是高管职位 对 就是今天 找工作 您大概的 薪金的 咱们得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呃 我 我现在是这样的 我现在在广东的薪资 就联薪是六十来万 起薪只有两 两万 两万来块钱 加上其他的啊 月薪是吧 月薪 对 两万 两万多 就说今天来北京呢 就说不论低于这个数字 最好是能够有助的 好 没问题 我现在的运营总监住在我家里 好 所以 没问题 先做 先做选择 今天还有五位留下来 所以先让大家做一下二轮判断 去或者留 然后 咱们再接壮下聊 选择 一轮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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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的时候 谈起来不当爱 一轮离能够提供的职位 我现在希望给杨先生是运营副总的职位 也就意味着整个运营 尤其是零售店的运营副总的职位 那因为这个职位非常高 也牵扯到可能会有股票期权呢 会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这个条件和待遇和责任 我觉得目前我可以跟他谈的是两万加提成 同时我们提供住宿 两万加提成 但是提成其实相当高 就是提成的比例 大家可以下来聊 相当高 做这行提成 主要是提成 是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杨兄也思考一下 好不好 长时间的等待之后 越到后面 越要静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我接受 应聘成功的男士 将获得单资集团提供的 单资 它能量 男士不服礼合 一份感觉怎么样 很意料之中 你说我透个底下 你期待的 你觉得最舒服的薪水 我觉得实际上 对于我来讲 经济不是说很大问题 但是是一个认同 对 工资就是对你 人的价值的 我们这平台上 现在时不时就 时不时就蹦一个高管 稍刚下次也帮我 套一高管呗 我也要招一运营副总 是不是很多企业 都缺好的那种 其实我一个上 专业职业的 营业副总 上过这么久 我就老说 我的接班人在哪 其实特别希望 找到接班人 你老说 我的接班人在哪 说这话 不是那个 自我哀叹 不是 不是 这里非有这种需求 因为我觉得 我特别需要一个 理性的逻辑思维 很强 管理很强的一个搭档 我们也极缺 好的 非常缺 高级的很紧缺 中高层非常缺 我觉得我们一起 要向节目的观众 就呼唤一次 中高管的来 我们缺接班人 一起要喊一次 让他们打出高一点 对对 非常认真的 所以缺一个好的副总裁 是真的 所以今天 借着杨念来 然后直接就奔高管 职位去 我们真的正式 做一个呼唤 也就是说 不是一个企业 不是伊利诺一缺 不是这个咖啡之一缺 特别缺 有整个的企业界 好的职业经理人都缺 所以更多的人 可以真的就奔着 职业经理人来 如果凑齐了 凑那么多人 哪天我们弄一 职业经理人专场 年薪少于五十万的 不让上 非常好 可以了 非常好 落发影片 给你播出 下一位 毕业以后 为了考虑 达到父母的期望 去考了一次公务员 但是结果失败了 后来我就不得不考虑一下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适合什么 然后来到了 飞行墨鼠的平台 我希望借助这个平台 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 适合自己的工作 让飞行墨鼠 帮我想一下方向感 及归属感 王熙23岁 河北人 中国地质大学 长城学院本科 在这个12位boss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小白鲁马 我叫王熙 今年23岁 来自河北唐山 2011年 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长城学院 旅游管理专业 我很平凡 但是我一直努力的 勾勒着属于自己的色彩 今天 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 我想寻找一份 管理类 或活动策划类的工作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 谢谢大家 小光老师您好 这四个人到底怎么凑的 就是 缘分呀 真的特别有缘分 很年轻 23岁 本科是哪年毕业的 去年 去年毕业 毕业这一年干嘛了 毕业以后 本着先就业后择业的观念 我去了星巴克 在星巴克做了一年的咖啡巴圆 又来个咖啡 像咖啡之意 咖餐厅 餐饮行业的两岸咖啡 对不对 他们也都招店长 那你没想到在星巴克 咱也努力 加油 坏庭 然后不就当个店长 事情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 在家里是一个乖乖女的形象 然后我觉得这么大了 应该去满足一下父母对我们的期望 所以说当时为了父母 然后去考了公务员 然后呢 没考上 是这样 对 面试的时候失败了 分到了 对 那这一段时间都干嘛呢 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 找了一份工作 什么工作 旅行社的导游 还有基调 你有导游证吗 有 还有什么 基调 基调是什么 就是整个旅游线路的组合 包括沟通的旅游者 旅游车 还有景区 一系列的这种 现在离职了吗 现在没有 也没离职了 就先找到工作再说 好 所以今天要找个什么样的工作 王夕 自己比较倾向于管理类 或活动策划类的 你想要找的工作是管理方向 对 管理方向 或者策划方向 对 不好意思 可以从基层岗位做起 是不是应该这么说 对 好 现在就清楚了 明白了 各位提问 我想问一下 网络营销策划这一块 你是否感兴趣 不好意思 我对网络方面确实了解的甚少 我已经有六期没有招到人了 我看上 我觉得这一期应该有希望靠谱了 结果你这句话又伤害了我 不好意思 其实 我觉得 让我劝慰你一下 六周没招到人了 也别为了招人而招人 学学人唐岳明 参加了十五六七 一个人没招招 但是后来真的是 但是后来 现在算井喷鸡吧 基本上岳明来不空手 现在 沉 慢下来 这就还有个安慰了 好 我还有一个 我很重要 我必须得 因为你是谈伤的 对吧 那如果说你来北京 你找的是最基层的工作 那么你对你的这个心思给你吃包 是不是有包吃包住 这些你考虑过吗 我觉得如果包吃包住的话 三千五我能接受 如果说没有包吃包住呢 会高一些 多高 四千五吧 因为北京住宿差不多一千块钱吧 听到这句话之后 有一个人做出了这样的表情 这个人叫李树斌 你什么意思树斌 因为我觉得还是蛮高的吧 因为我们招那种管理培训生的话 可能也就这个水平 但是外面P是特别好的大学的管理培训生 本科也就这个水平 但是你之前的工作可能 工作经验对于这些公司来讲的话 可能我觉得达不到 对 有点偏高 林峰 对就是其实听王熙刚刚所有聊的东西 好像实际上能落地的工作经验不多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星巴克的工作经验相对是挺宝贵的 你如果想做策划的话 一年 一年 对啊 你如果想做策划的话 你应该从你熟的方面开始聊 比如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比如说你在星巴克你觉得做的最好的策划是什么 为什么 好 这是一会儿的提示 下一轮咱聊这个 谢谢尹峰的提示 十二位 现在王熙要找的工作就是基础的岗位 但是他希望在方向上是管理方向和 活动策划类 活动策划类 对 对 活动类的 好 是吧 我有个问题 就说只要是线上内的这种营销活动 你都不考虑了 只考虑线下的这种活动 是吧 对 OK 好明白 好的 十二位做出选择 去或者留 方熙做了一个垂死的挣扎 结果会是怎么样 来 选择 现在还有七位在 天生我有男 既然是说有策划 就着尹峰刚才那个提示聊一下 你说我在星巴克待了一年 我就发现星巴克的哪次市场活动 策划得特好 或者哪一个广告 哪怕是新出了一广告招天画 出的特好 有一次我们到那个 就唐山的广播电视电视台 然后去做了一次推广 咖啡推广 咖啡文化的推广 传播咖啡文化的同时 我就觉得咖啡是一个 咖啡可以感悟生活 然后跟策划的 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你到目前为止所表现出来 其实你在策划呀 活动执行上都很苍白 你为什么非要选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可能 可能这种会比较忙一些 然后能够让我充实起来 而且在里边也能学习到一些我想学习的东西 只要工作 天天忙死你 我觉得要看一下它的优点 我们重新定义一下它的优点 你快快赶紧出来 拖步拖步 它可爱 单纯 好学 没有基础 而且它白纸一专 可塑造的东西非常 空间非常大 看它的可塑造性 不要看它现在拥有的 它没有什么拥有的 而且它的内心 而且而且注意 大家发现了 它其实啊 虽然说是23岁 但是还是 它特别像高中女生 小丫头 你真可惜没有选择我 你要选择我 你刚才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 多好啊 我带你啊 好 来来来 走 我问你啊 就是其实呢 要做管理也好 做策划也好 它必须对企业 甚至于行业 对流程的细节 都有非常清晰的了解 那这是 我们是需要从基层做起的 就你愿意在基层待多长时间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吧 好 那很好 姚俊波 你有没有设想过 你去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然后做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是你最开心的 因为留下的人不多了吗 不妨你选一下 待会就说 不在你的选择范围的就 我们就离开了 对 有想过吗 哪几个行业 或哪几个公司 做哪个岗位 你特别开心 特别有这个动力 我觉得在文化方面的产业更好一些 或者说跟咖啡有关系的 哇 你就太直接了 哇 我又有暗花名又一春了 刚才提到薪资的部分 你会发现 就是有一些老板 包括我也会有同感 就是在薪资的方面 你的薪资要求可能会过高 我觉得 因为我一会儿还会继续为你留灯 但我觉得你在 你也想一下为什么 比如说有很多人会有 这个可能相对会比较客观一些 好的 你可以多思考一些 我不希望当这个坏人 但是确实 有一个叫陈晓辉的坏人 今天没有来 为什么说他是坏人呢 因为他说了一句特别正确的 但是求职者一定不爱听的话 陈晓辉在面对有的求职者说 我必须要五千块钱在北京 因为租房就特别贵的时候 陈晓辉曾经说过 你租房的事情和我们没关系 你租房的事情是你的事 和我们没关系 我们是按照你的能力给钱 不是按照你要租房给钱 陈晓辉是个坏人 这话说的太残酷了 但是真对 共参考 来 留下来的 最后提一个问题 因为你前面说 你不打算再做咖啡了 本来我都已经放弃了 但你刚刚说 其实你还是愿意回到咖啡行业 那么我想问 如果你回到咖啡行业 七位到了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去或者留 选 李书彬离开 两位离开 姚敬波离开 还有三位留了下来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咖啡之一和斯凯乐 来说一下职位 我们给的职位就是我们环球音乐之旅的项目的策划 你想做管理港非常好 但是年轻你必须要经过一些磨练 还有一些人带 可能一两年可能快的会比较快 策划和执行 策划和执行 也会有助理的部分 好的 来咖啡之一 咖啡之一为你提供的就是管理培训生 那么至于未来你能做企划 还是人力资源 还是店长 这个看你未来在工作中 所能够学到什么并用到什么 好的 来斯凯乐 曾华 斯凯乐呢 给你提供管培生的工作 思考一下 王熙 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一盏灯 应该不难 再见 曾华 谢谢 不好意思 两家留下来了 谈钱不上赶 我给你的薪资是2500 其实我们会有住宿 所以其实可以给你解决住宿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点 刚才也提到了 也希望你在比如说旅游这个方向去做 然后正好 其实我们半年前 其实真的也有这样的计划了 我们会做一个音乐主题的一个咖啡馆 而且现在已经就真的是到最后选址阶段了 这是真实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你可以来这儿 未来可能也还会有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 对 但建议你还是可以做旅游 因为你学的 包你热爱的 其实都是 谢谢 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管理培训生的底型是三千五 包吃包住 无险一进 按劳动法执行 我觉得你原来在星巴克的工作经历 是一个专业港的工作经历 所以你真的要成为一个管理人才 或者是转向多 做策划 这真的还有一个过程 但是我相信你的学习能力 谢谢 好的 还有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了 从小做起 从开始做起 做好这准备了 其实 对吗 做好 王熙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还是咖啡之意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咖啡之意 我选择咖啡之意 因为我觉得 如果真的是这个心血的话 我家里会调动我回去 这样的话 我没有一个 特别能坚持下去的这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 各位 在王熙整个的求职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一句话没说 浑游天外 石小燕小姐 其实刚才是这么想的 我下一场赛路 我重点打击唐岳明 我在这策划 怎么打击她 你看这小姑娘这么不错 她给人开两千五 刚才那个姑娘还是大专 我六千她就六千 她老是跟着 人家要说八千 未来我就告她两万 小燕姐 小燕姐 这次我配合你 我觉得我也看不过去 打击唐岳明 那个我说六千她就六千 我觉得我也在说一下 我真的在说一下 现在给的薪资 只能是所有的通常表现 刚刚第一个选手 跟第四个选手 所有人都看得见 所以我觉得 在于新自这种浮动 但是你不是这一次了 你很多次都是跟着人家走 人说六千 你就六千 以后就 以后大家就长个心眼 谁和唐岳明留在最后 谁就让他先说 不就完了吗 安格一哲 安格一哲以后把唐岳明 放在肚子天的位置 就行了 应该交换位置 下回我们这个 我特别喜欢 就是招完人之后 因为谁招走 谁给多少钱 谁给多少钱 然后老板 人家都走了 然后他们12个 打成一片 我喜欢这样 如果 如果 老板们根本没有打的欲望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求职者 不值得大家争 有道理 有一个求职者 完了之后 卡卡 打下来了 撕头发抓脸了 奇观啊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 你们爱打击谁打击谁 我丝毫都不是不关心 特别关心和特别希望看到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 有更多职者 老板们 为之动真气的求职者 来到这个平台 感谢专业补水的水密码赞助播出 莫巴主见 微女莫主 感谢各位 下次见